饥饿是无所不在的魔咒 饥饿是无法抵抗的魔咒 我就是在走火入魔了以后 犯下了杀人约祸的罪过 饥饿是人气吞声的囚徒 饥饿是搜长寡渡的财猪 我就是在收起倒落的时候 才明白饥饿是一种罪过 经历了漫长的牢狱岁月 到最后我终于大车大悟 想化解冰痛恐惧和饥饿 只需要一个慈悲的念头 我说的是牢房墙外的一棵植物 那一年春天麻雀拨下了他的种子 我就像所有等待孩子出生的父母 怀着分心情 担战的想念为他祝福 我看着他破土发芽 看他开出白色的花 看他变成鲜活的绿 每当一身人静我总趴在墙角的洞口 就像他在我怀里和我静静相拥而落 那时候我就会忘了恶 忘了冷 忘了忧愁 那时候这全世界都没了醉光 可是我听到了深秋的一阵冰凉的哭语 牵着十处冬几天一滴白霜一股寒风 眼看着他渐渐变黄了 枯萎了 快要死了 眼看着他的根 就要离开孤独 我眼看着他的根 就要离开 泥土 最后买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